好,接下来第五点我们介绍小肠 小肠是食物进行消化跟吸收最主要的场所 占据腹腔中央大半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位以下,这是小肠 这一坨都是小肠 这个是小肠的起点 然后点是写简体字 好,在这个地方,这边有个盲肠 这个地方,小肠接大肠的地方 这里是它的终点,小肠的终点 最后开口于大肠 这我们等一下介绍 好,它的直径大概2.5公分 长度大概6.3公尺 好,这个数据你不要背,果中不会考 小肠其实还有分三段 小肠的前段,我们叫十二指肠 好,主要负责消化 小肠的中段跟后段 主要负责食物的吸收 是空肠跟回肠 回肠是后段 在国中的课程里面,就把这三个 就把它写小肠就可以 不需要把小肠分成这三段 好,食物在小肠 停留的时间,大概是3到8个小时 持续的进行消化还有吸收 好,这个图的话是把小肠横切面 你可以看到小肠它有很多皱褶 这样可以增加吸收的表面积 好,除了皱褶之外呢,它会有一种构造 我们叫龙毛 我们看下面,这小肠把它横切 它除了有皱褶之外,里面有一颗一颗的 好,它把它放大 这是实际的图,这个就是显微摄影拍到 这是小肠龙毛,这个叫子状凸起 好,所以重点,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龙毛 好,龙毛是小肠壁最内层的表面上 有数百万个子状凸起 糖类蛋白质跟脂质 最后会在小肠中被分解成 单糖氨基酸跟脂肪酸等小分子 最后由龙毛吸收 这边的单糖主要是指葡萄糖 国中课本的话都是写葡萄糖、氨基酸跟脂肪酸 这个龙毛的话它里面其实它含有微血管 还有乳米管 其中微血管它可以吸收水溶性的养分 乳米管可以吸收子溶性的养分 龙毛分两大部分 其中微血管它吸收的养分 好,比如像葡萄糖 葡萄糖老师写英文哦 像葡萄糖 氨基酸啊 还有水啊 还有矿物质 矿物质就是五肌原类 那乳米管主要吸收脂肪酸 还有维他命 脂溶性的维他命 维他命 简写这样子 vit A D E K 等等 好,这两个高中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背这些东西 看第一只小手 小肠黏膜上有许多作者 再加上龙毛 可增加小肠跟养分接触的面积 相当于一个网球场的大小 以利养分的吸收 我们来看这个图 龙毛里面围血管进出物质的比较 甲是进入龙毛的围血管 乙是由龙毛出去的围血管 葡萄糖的含量 围血管可以吸收葡萄糖 所以乙从龙毛流出来的围血管 葡萄糖含量会比较多 再氧气的溶度 那当然是甲比较多 甲进入龙毛内 把氧气释放给周围的细胞 第三个 二氧化碳的溶度 乙是由龙毛出来的围血管 当然二氧化碳的溶度比较高 氨基酸的溶度 龙毛可以吸收氨基酸 所以乙血管比较多 代谢废物的含量 当然也是乙血管比较多